中华民国民法第35条规定了法人在财务状况不佳时 董事应采取的行动极其责任 依法人之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 董事应急向法院申请破产 二不为前项申请 致法人之债权人受损害时 有过失职董事应付赔偿责任 其有二人以上时应连带负责 条文解释 第一项申请破产 一是用对象 法人 只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 如公司协会基金会等 二财务状况 当法人无法清偿其债务时 表示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资产不足以偿还所欠的债务 三董事的责任 在法人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况下 董事有责任立即向法院申请破产 申请破产是一种法律程序 旨在让法院介入处理法人的债务问题 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第二项赔偿责任 一申请破产的义务 如果董事为履行第一项规定的义务 即为在法人无法清偿债务时 及时申请破产 可能会对法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特别是对债权人的损害 二过失责任 如果因为董事的过失 为申请破产 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害 该董事应对债权人的损害 负赔偿责任 这种过失可能包括 拖延申请破产 忽视财务状况等 三连带责任 如果有多名董事有过失 他们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即连带负责 连带责任意味着债权人 可以向任何一位有过失的董事 要求全部赔偿 这些董事之间再按内部约定 分担赔偿金 例子 一公司破产 某公司在连续亏损后 资产已无法支付债务 但董事们为及时申请破产 导致公司资产进一步流失 最终无法偿还债权人的款项 这时 债权人可以向未申请破产的董事们 追究赔偿责任 二 基金会财务危机 某基金会因投资失败 资金无法偿还债务 董事们应立即申请破产 如果董事们忽视财务状况 导致债权人无法收回款项 这些董事将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害负 赔偿责任 总结 第35条 确保法人在财务危机时 董事能够履行法律义务 及时申请破产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为履行此义务的董事 将承担赔偿责任 以此强调董事的责任和债权人的保护